咳咳,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小伙安排ZV新的起源系列罐头 这个是奥塔哥山谷,也就是红色的罐罐 新品系列一共出了三个口味 今天吃的这款主要就是牛、鹿、羊的三个红肉 加上两种不同的鲜鱼 经过前几次在地上分餐的失败经历 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藏得够高猫就找不到了 结果当然是只有我想不到,没有Kino做不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爬上这个架子 并且暗中观察 于是乎他又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他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肉垂涎已久悄然褪去 直到我以为他要放弃的时候 他再一次东山再起 这位小朋友用不放弃的精神我们是鼓励和学习的 但是你这种还搞破坏的行为我们就不鼓励了 由于这个脚屎棍的屡次破坏 我不得不免为其难的几次中断我的分餐 我在心里暗自发誓下次我一定要找一个更高的地方 让Kino打扰不到我 光顾者吐槽废话都忘记评论一下这一款罐头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觉得这个新饼的分量特别多 其实多到已经开关要爆满出来的那种 虽然那汤汁没有很多 但是它很嫩 而且它是这种红白肉混合在一起的 是我喜欢的那种混合类型 爱了爱了 在这里悄悄的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你买这个组合套装就是六罐 三个口味每种各两罐 比如说我买了三组 三组下来一共是18罐 价格却比你单买一版 12罐的罐头还要便宜 在这边录士兵 Kino爸爸在旁边打游戏的烦死了 太吵了 为了奖励小伙今天又顺利光盘吃完饭啦 今天可以给他一个饭后小零食 是我昨天买的缺恶菊 奇境的那个袋鼠肉框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鸡内专场 手动便猫 虽然说他家罐头不砸实惠啊 但是这个临时冻干真的很推荐 还是不错的 就是Kino吃东西的时候 牙齿有缝吧 然后会掉出来 所以每次为他这种碎碎的冻干 我都特别害怕他 就是掉的一滴都是都会给他接着 难道这就是伺候猪子吃饭的快乐吗 在这里这里 这当我想着摆在他面前的这包冻干 小猫咪能不能惊出诱惑的时候呢 永远不要测试一个男孩子 他真的会伸进去的呀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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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